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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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聖聲唯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授辭 願解如來真實意 好 請放早 各位同學大家早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先複習一下八十八頁這一個 宋句成第六一故 十八戒因子 那這個是沿著我們前面那個 宋句 因為他應該是四句一宋 那這邊他只有兩句就是下 那一宋的下半部分 那就是前面是由六四聲無間滅以後為意 那意就成為第六四的所一 就是說我們 要引起下一個念頭一定是要有一個所一 這就是我們這個安利一個憶根 這個憶根呢 他就成為第六四所一 那因為有憶根進來以後呢 我們這一張圖呢就會看到 在這個地方呢 他這個世韻呢 也就是我們的心法 其實他畫的一個憶觸呢 憶觸本身在這裡呢 他就是開展成這樣的有憶戒 這個憶戒就是憶根了 還有呢 我們的六四戒 所以呢 你的意識落泄以後呢 就成為這個憶根 最後這一個 就是我們的意識落泄以後就成為憶根 成第六四所一 然後再引起下一個四 所以我們的念頭會深深滅滅一直相续下去 那因為這樣的一個憶根的相细念頭 就會讓我以為有一個我 在走路在上課在做什麼 就是把過去所有的眼耳鼻舌生意的一些經驗 累積起來就認為是一個我 其實每一個撒那生滅呢 那個念頭其實都已經生滅完了 但是我們人會把這個 在這個憶根呢 落泄過去這個憶根裡面 曾經呢 落泄這些成癮了 他就會一直存在我們的 成為七世執著 然後當然儲存到八世裡 所以這個地方呢 就要從我們的 更前面這一句 世為各了別此其名義處 就是我們的四呢 有了別作用 然後在十二處它叫義處 然後呢到我們的十八戒叫義界 義界就是這個地方 我們剛剛看到這一張圖裡面的 就是這個地方 義界它也是一根 所以這個四呢 是我們整個修行很重要 為什麼我們在修的時候呢 一定要心呢 專注於一處 因為呢 就是你在這個七星界這個地方 就是因為七星界是整個我們的 世運的部分嘛 它畫一條線 整個寒瓜就在這個範圍 當你的心很專注的時候 你的這個下一個撒那的那個義根 落洩過去的成為義根那個 沒有再相續的時候呢 那你的第六意識暫時 就是因為它休息了 它沒有落洩過去的下一個義根 在那裡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心啊 能夠呢做很清楚的觀照 所以我們說禪觀的這個禪 是在你極為清淨的那個當下呢 你去思維修 那個觀呢 本身人生有很多人生觀 宇宙觀 但是凡夫的人生觀 跟我們學過活的人生觀 是不一樣的 一樣後面那個觀制 觀制就是一個人對這個的看法 如果你今天的看法跟宇宙實相真理相明 那你就是正知正見 如果你的這個看法跟一般的凡夫一樣 是顛倒斜見 就是顛倒不是看到實相真理喔 那你就是斜知斜見 你就是往我們凡夫的這個顛倒見了去相應 所以為什麼要了解活法 就是說你的觀念可能從以前到現在 你有很多在人生的過程你學習的 或你的觀念知見成見 這些是不對的 那你要藉由你的學習活法 慢慢把它轉換 然後變清淨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學習的時候呢 為什麼活法重的是在這一塊試運 你的那個心一定是要在很專注清淨的當下 你才有辦法跟真理實相相應去做觀 你所觀的才是真理實相 才是正知正見 要不然你就跟一般的人一樣 他用的是六根接觸六成所產生的眼世界 耳世界 鼻世界 蛇世界 身世界跟異世界 所以他落寫過去這個異根 當然他又執著的又是他的成見觀念 所以如果你的心沒有在一個清淨的狀態之下 那個所觀照出來的都通常都不會是跟真理實相相應 這個也就是說我們在分析五印的時候呢 他這個試運是一個很重要這一塊 因為我們上次講過佛陀他會分析這個五印 目的就知道我們痛苦的來源是在哪裡 就是試運 因為我們六根接觸六成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去交涉攀岩的時候 我們是用你凡夫之間去取捨 那你就會產生煩惱 所以長行裡面對試運的解釋這個 就我們那個裡面有講到各個了別 比比境界 總曲淨相就叫試運 總曲 總曲是淨相就是我們的新王 他會先看到說這裡有一尊佛像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藥師佛還是阿彌陀佛 要看他手上拿的法器 是要是這個我們的那個波還是這個牟尼寶珠 就是看他手上拿的是什麼代表不同的火 所以我們的總像我們會看到一尊佛 但是別像還要新鎖 所以在現在語言來講六四生就是說 你的眼視一起來以後呢 通常耳朵也會去聽鼻子會聞 一連串的整個一起起來 所以六四生 他各自了別他們自己所緣的靜 增加你的判斷正確對不對 你指眼睛看還要耳朵聽啊 然後呢可能你要去觸摸一下 所以對手緣靜呢 你要取總向為試運的作用 因此呢就是與我們原來在這個分析七十五法 這個表 試運他是新王 試運也可以說他理解統一各種心理活動的根本意識 他能夠統率感性認識 感性跟理性有什麼不一樣的 就是我們的這個正確的觀念是屬於比較理性 感性就個人的情感的 就是都在這個試運裡面 不過呢 季色論對此曾有 或名為意 或名為心 或名為事 這個就是後來的這個第八世 這個第七世 然後這個我們的第六世 所以他這個以的世呢 是講我們包括這三個名稱 世為各了別 因為他還沒有把它開展出我們的第七世第八 不過他這裡講到的義處 此即名義處 然後集七戒因之六世轉為義 後面那個六世轉為義就是義根 就是我們後來的莫娜 是第七意識 而第七意識他會執著的就是 我們洛瀉過去那個就執著前面六世 給他的信息 他就會產生執著性 所以這個我們的執著也是來自於前六世給你的信息 他就會從各自不同裡面具有不同的這個作用 這是我們剛剛講眼耳鼻舌身 對主體意識進行了觀察跟分析 當這三種義、名、思想 就是我們剛剛講心意識 發展到大勝為世的時候呢 就是三種不同的名稱 跟我們的為世的結合在一起 前六世就是指世 第七就是講這個義 就是我們的六世轉為義 然後呢 在第八世是阿拉爺世 這種分類的方法可以說呢 就是讓原本的我們的適應更概念化 進一步更清楚把它分為六七八 那後期呢要講解說明我們人的 心的那個作用會更 概念化會更清楚 因為光一個適應裡面要講到 六世、七世、八世運作是比較 沒有那麼的清楚 所以呢它是一個心法 它能夠統設六世新王跟四十六個 我們的新鎖法共同承擔的心理現象 由於呢它是新王 因此跟互屬的這些新鎖 就成為一個主次的關係啊 新王是主次是我們的新鎖 但兩個在這個操作 通常新王一起來新鎖就有啊 他們兩個其實呢 先後時間也很接近 就像六世轉為義 其實呢兩個之間呢很接近 就是你的撒那無間滅嘛 所以代表是馬上喔 所以他們兩個幾乎是同時 所以我們聖人佛菩薩他們就是一念 一念就是自信 他們不會有第二念 那我們凡夫就馬上變第二念 就來到義更了 這就是有修行沒修行 就會差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呢 他講到說 我們這個六世新王跟四六個新鎖 他們其實也是之間的 主跟父的這個關係 但是在運作上 其實他們的過程也是馬上就起來了 在操作認識過程 他們又一起幾乎是一起 一切的心理機制都不能運行 就是如果沒有這樣就沒有辦法運行 所以他們之間的關係 就像軍跟城之間來說明 所以你剛剛提到說我們的第一念 一念其實我們的第一念就是跟活菩薩一樣 可是我們又會落入第二念 就是我們沒有修行啊 所以為什麼在修行的時候 要自信一觸的專注禪定以後 你一個時間過程 慢慢你開展到智慧以後呢 你那個定跟會等詞都有的時候 你能保持像活菩薩一直保持在第一念嗎 那他的第一念就一定是自信了 如果呢你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兩個同時起來嘛 我剛剛講的是同時很快 那很快你要落入第二念的時候 你就會變成一根 你的那個七式的執著就會出來 七式只要有執著就有我執 那個就是為什麼 整個修行裡面適應是非常重要的 那其實活菩薩他們的適 他已經可以控制在他就是只有一念 他沒有向我們落入一根了 所以經典因為他已經可以打破人物我 那人物我要從哪裡開始 就是我們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 我們要把五運分析得很清楚 是讓各位破解對五運的執著抓取 你要把他非常清楚的了解這個概念法 你才會呢在生活裡面 對這個一個我的觀念會馬上很清楚 所以剛剛講正知正見是怎麼來的 你要能夠呢跟真理實相的智慧 所以相應你就是呢正知正見 那這個要靠你的怎麼樣 點點滴滴的文師修啊 所以呢文師修還是很重要 我們知道大家都覺得 我上課又放這個錄影 然後這個字也很大 所以很多人都想要獻上上課 然後呢就說我今天獻上上課 所以請假 其實呢你有來現場聽跟你在家裡聽 一定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也聽過線上課程 聽一聽我中間就跑掉了 我後面沒聽完 所以呢人都會有懈怠啊 那所以有同學跟我講說 因為呢要出門還要準備 我說你有一分付出才有一分收獲啊 來現場你才會很專心的上完啦 你在家雖然比較方便也不用準備 反而會讓你懈怠放鬆 然後呢你手收不定聽一聽 你也又跑回去睡覺了 我不知道是會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就是我們人都會有懈怠心 所以有時候修行就是要怎麼樣 我們懈怠也是一個新鎖 就是要克服自己的那一種懶惰的習氣啊 你如果說沒關係 這樣好像線上聽也很好的時候呢 有可能你的收獲還是會有差 這個就是說我個人也是有上過這種課程的 線上我的了解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都是一樣是人類的眾生都有這個習氣 所以還是來現場聽比較好 所以這也講到是說 我們的經典上經常與精神之間的關係來講 就是說有君無君就好像有舟無水 那有成無君就像有水無舟 所以兩個缺一不可 都不可以運行 所以心王跟心鎖是一定都有的 你才有辦法去圓一個境 兩者儘管是同行 但是畢竟不是同一個 所以心王跟心鎖在共同的圓境的時候 所互以的責任是有差異的 所以這一點表現在兩者取向 心王是取境的總向 心鎖是取境的別向 然而心王是否只取總向不取別向呢 或心所只取別向不取總向呢 這個有關討論在當時候各家有不同的分歧 那這裡就有四種觀念 以下介紹第一跟第三 第一個入阿彼達摩論裡面說 為總分別色等近視 說明為視 若能分別差別向著 即明受等諸心鎖法 事無比用 這裡還是強調心王之取總向 心鎖是才有別向 但做所互 所以他這裡是有這樣的主張 是說心王作用 只有總的分別色等諸境 瘦等心鎖法只是原色類的差別 是沒有辦法去原諸法的差別 是相對心鎖來講 只是做他的所依而已 然後呢 以上所舉的呢 主張心王是總向不取別向 那有關心跟心所原 總向別向的四種不懂觀點 那另外一個 我們看這個 據色論的時候比較 多人參考的是這個 就是據色論記是浦框法師的 這個註解 裡面都有論述 還有一個神鎖法師的據色論述 不過在神鎖看來 從據色論的本意出發 還是認為心王作用之取 諸法總向 心所只能言別向 也就是說 他還是支持剛剛的第一個 路阿彼達摩的論 那所以呢 在神鎖書中他引了 順政理論跟路阿彼達摩論 還有顯宗論 主張這樣子 可是另外這一個其實 才是後來 取的浦框的註解 諸心所法各個正取至別向 監取總向 然後呢心王但取總別 總非別 心王但只取總非別 然後呢心所的話呢 取正取至別向監取 還有心所還可以監取總向 在諸心所法 他們各自都能證取自己的別向 同時也能監取他法的總向 所以呢心王呢 只能取總向不能取別向 這是發展到後來大聖維氏成立的時候 維氏學者對這個認為 剛剛這個我們的後面這個普光法師的解釋呢 是正確主張了心王取總向 但心所他還可以怎麼樣 別向跟總向也可以監取啊 好 那這個是我們補充這個適應 然後這個別利受享這兩個呢 我們等一下後面再介紹的時候再順便講 所以這裡呢來到我們看到這個易根呢 也剛剛提到這個跟我們修行是非常有密切相關 我們的我職也是來自於這個地方 那如果你能修行修道 你就只有一念沒有第二念 落洩過去那一個念就會成為易根 那你就代表你沒有我職啊 那你就是跟你的自信 一念就是自信 那你如果能保持一直都是在一念 你就是跟活菩薩一樣了 這個總色一切法由於孕促界 那我們的一孕就是指色孕 色孕就已經十一個了 那一觸呢就指易觸就是我們的四孕 對不對 一切心法 對不對 在這一張剛剛看到這一張表 你看他這個益觸啊就是四孕 那色孕就是十一啊 包括我們的五表色啊 然後中間就受想行這些就是法界啊 因為他牽到這個法處 法處也後來就是法界了 所以我們這個法相呢 他就這樣開展出來了 叫總色一切法由一個孕一個處一個界 一孕一處一戒 諸法雖多 五味七十五法 色盡無語啊 如色孕總色十一色法 易處總色一切心法 法界總色心所四十六個 四十六個裡面是不是有受孕享孕 還有行孕很多 行孕就是其他全部都是行孕 當然包括還有呢 不相應形 還有三個五圍 那他把這個色孕裡面就包括五表色 所以他這邊就只有六十四了 這樣加起來就是跟我們剛剛這十一個 跟一個易處是四孕 十二個加起來就是七十五法了 這個就是我們的法相 在諸法的三顆總色這樣就 還有我們的阿比達摩的法相學就是五孕中的色孕 總色一切物質 然後易處統色精神活動就是心亡 所以色孕跟四孕都完成以後 剩下的那一部分就是法界了 所以你剛剛講修行的十法界就在你一心啊 你如果心能專注一處 你沒有落到第二念的時候 你的法界是清淨的 所以這樣法界統色一切不相應行法 還有五表色、五圍法跟心鎖法 所以你如果修行修得很好的時候 你這個心鎖都是清淨的時候 你的五表色也是清淨的 那你的三五圍法也有啦 所以法界統色範圍 整個精神活動的現象 怎麼樣轉世成治 我想最關鍵也應該 這邊都有涵瓜在裡面 當然興亡也涵瓜進去 那這三個相合就構成一個宇宙萬法的這個完整的圖 這個思想對於阿比達摩法相學的發展就開啟了 所以後來世清論世就開展成為世了 到為世的時候他這邊 這個五表色他就不再那個色應了 因為他那個時候就知道 比較重視的是心法 心放在第一個不是色法第一個了 因為有不說一切都有 所以那個表就會開始從七屬法變白法的時候 就會開始有一點改變 那這一張圖就把剛剛那個法相的這個架構 應該整個大約三類型放在這個表裡面 那再來呢設置性非語 他這個七屬法的方式就是說 他是以總色一切法 那總色一切法由一個孕處界 剛剛講色孕、益處跟法界 整個就是七屬法 然後呢他們在分類的時候 色就是歸納 歸納自性跟自己相關的 非語其他的沒有 因為他跟 他絕對是跟其他的不相關的就離開了 以離他性故 他就是跟我們有相關的自性的部分 因為他的體性呢 是相離的 他就沒有去把他射進來了 好 舉例呢 他這個色孕的地方呢 他一定是跟色法有關的 就是你的眼觸眼界 我們的孕觸界嘛 好 那色孕呢 他就是跟眼有關的 就是眼觸眼界同一個色法 好 然後所以能夠相色 相歸納 他沒有職愛的這個心法就怎麼樣 體性上差太多了吧 他就不能相色 色法都是物質的 然後心法是無職愛的 所以以離他性故 好 跟心法是我們看不到的物質 抽象的 那物質是看得到 他兩個性是不一樣的 又如眼根為色眼根自性 不色耳根 耳根為色耳根自性 不色眼根 因為各有字體 所以融洽不起 他們都有自己的字體 所以他們就不會互相有交色的意思 眼根 色的是眼根自性的 色映呢 就為色自性 不色其他的 受想型 是都是心的部分 他們就不色 好 那這裡呢 另外這一張就是補充說 當時候布派對於這個相色的內容 又有一些意見 那在契經 這個是我們的雜寒經裡面的內容 有講到八正道 那我們知道八正道裡面呢 其實裡面有一些內容 它會互相有重複出現 他意思說這個色不是也有色到其他的部分嗎 假設我今天看這個三運 好的戒定會 來講八正道 那我們的戒運呢 就是講的是正與正業正命 那這個正與正業正命 是跟我們的身口 然後呢 有關的 當然還有命的話 是你的養活自己的時候的工作 好 那再來呢 定呢 是正念跟正定 好 那會的話 他覺得應該只有正見就可以了 怎麼會有正思維跟正經經 他說假定為設之心 那會運呢 應該只要有正見就可以了 好 不應該設了正思維跟正經經 但是我們曾經呢 有八正道的表 提到是正經經其實要貫穿在整個八正道 因為你經經你才會守戒守得很好 好 你不會忘記呢 自己是要身口意清淨的時候 你不會犯戒嘛 所以他會正經經 然後你要經經你才會一直呢 心保持正念 鎮定 好 所以他認為這個地方呢 會有這樣子相設的關係呢 這個是有人提出來反駁啦 反駁他這個 設自性非以以離他性故 那可見諸法相設呢 他意思說這樣不是只設自性 還設他性啊 那有部學者就覺得說 你提出了這個經說的三運設八正道 還有世設法是我們菩薩世設法 不思愛與利他同事 好就是你要幫助眾生的時候 你要多鼓勵他 然後不思 對他呢 做一些不思 然後跟他同事性 這樣子呢 是為了方便度眾生 所以呢他這裡講 是方便去呢 引導眾生的時候 他要暫時這樣子 讓他們能夠 來 像這樣來上課啊 或是請他們呢 去參加法會啊 暫時不善 假說為設 至於是 意思說這樣的設是一種方便的 講的設 是設受眾生的時候 非真能相設 所以他意思說 我這個是分析法的設 歸納 跟你講這個世設法 這個設八正道的三運 這個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辯論就是 有時候他們會引一些經典裡面的內容 但是有時候這個 在引的時候 要看恰不恰當 然後下面再來這個宋句呢 是類 淨式 類 就是我們的體啊 這個 體呢 是不是相同 跟眼自性相同的 好 然後淨呢 淨界你眼的話一定是對色淨嘛 他一定是看色法 眼睛是看色法 然後一定是眼視的光 這個功能 類近視 視的話呢 就是意思呢 這個眼根呢 要跟色淨產生作用的時候一定是眼視 所以呢 類近視相同 故呢 雖二界體一 好 那這個意思說 我們把這個都拆成類同故 這個體相同 雖然這也二界是左一界右界 其實他的體是一個啦 好 都是我們的眼根裡面 好 假設這裡是講眼的話 體是還是眼 那近呢 是色淨 雖然二界 他的體也是一樣 好 視同故 所以二界也體一 好 所以類是體類 一 我們的根來講 視的話呢 就是眼耳鼻三根呢 都有左 他這裡特別講的是 這三根 為什麼 我們的眼跟耳跟鼻根各有兩邊嘛 左右兩邊 所以他這裡二左右兩邊一定是指這三根 其他的部分呢 蛇 蛇頭只有一個 B 蛇 然後呢 這個 身呢 身根就去片全身了 沒有左右 所以這個地方是 有這樣的一個 討論是說 雖然二界 但是體是一個 好 一樣啊 你在看這個眼 眼睛在看這個粉筆的時候呢 眼跟 左右 兩眼 但是一樣只看的一個是粉筆這個頸 不可能左眼圓一個 右眼圓另外一個 好 那視也是啊 都是你的眼視在作用 同樣是一個體啊 所以體是一樣 所以他這裡本來建議是說 這樣應該十八界是不是應該分左右 變成再加三個 二十一個 好 那所以這個地方呢 你意思說 就不用了 就是一樣 好 那為什麼要生成這樣兩個左右呢 是為了讓長相莊嚴呢 相端嚴還是心端嚴 難為另端嚴 所以答案是在我們的下面這一句啊 會長成左右界 難為另端嚴 嚴等各生二 嚴耳比 就是讓你看得清楚 左右兩邊 所以我們這個八十九頁有第一詩論跟第二個 結果第一詩的解釋是叫做呢 深端嚴 就是看起來比較好看啦 看起來不會怪怪的 不過呢 後面有人就反駁 如果你一生出來就只有一個眼睛 一個耳朵 那其實大家看的是很習慣 就不會覺得不端嚴了 所以應該不是這個問題 應該是第二個正結 就是我們的八十九月到十三號 第二個正結是所發誓明了端嚴 就是你要誓的功能要發揮得更好的時候 你需要留左右兩邊這樣子 讓我們看得更清楚 所以這裡的誓就是心事端嚴 有情身上有嚴耳比三個 各生二處是發誓端嚴 這裡就講說發誓明了端嚴 這個才是正解就是正確的解釋 下面我們這邊有舉例子說 如果你在聽的時候呢 有一個耳朵塞住可能來自何方的聲音 對你來說你沒有辦法辨別方向 眼睛有人左右眼視力也不一樣 其實兩眼同看會補助你看得更清楚 如果有一眼是視力比較弱的 其實另外一眼視力比較好的時候 他可以幫忙 可是如果你只用另外弱的那個就會看不清 八字論裡面就講 雙開言時能見分明 聖政理論也講說 言等根為另端言各生二處 持有別意 不是為了言聲 而是為了我們的作用真上意 能夠讓你明瞭 用得比較方便一點 我們這個是上禮拜是到這裡 今天是要看這個90頁的 宋句 聖聖們種族 所以其實句要頓號一下 然後申門然後種族 因為運觸界的意思就在上面那句 初句是異 第一句是解釋運觸界的異的道理 然後下一句就是結成 就歸納完成了 歸納說句就是運的意思 所以我把它拆開的話請看是這樣 在這 我們的宋句呢 句申門種族 句是運意 申門是粗意 種族是戒意 所以運觸戒意就把它寫在下一句 是運觸戒意 如果拆開就是句是運意 申門是粗意 種族是戒意這樣子把它拆開 這個就講我們的運觸戒三科如何安理 怎麼樣跟諸法相似 已經說完了 現在解釋這三個名稱 這個運呢最早就出現在這個 也是阿漢經 雜漢經裡面 運相應理呢 活頭就開始 因為我們要了解五運 是一個因緣合合 縱緣合合的時候 你要把它分析得很仔細的時候 就阿彼達摩就是做 這樣的分析法 讓你了解 這不是一個 石油的 東西 所以 法有我無 在記者論是 我無 我無的話就要從五運去分析了 所以他這裡分析得 越 仔細了 你的概念法會越清楚 就像這個一部車子把它拆拆的零件拆得很仔細 很小很小 你就知道原來 光一個方向盤就要很多的東西組合了 更何況是一台車子 越清楚的話你會越能夠接受這個五運 是空的這個概念法 有這個概念法才能轉成真實法 所以這個過去現在未來是先講三個時間 那在我們這邊九十頁的話看到是第四行 運的話 積聚 就是 很多的東西各式各樣的聚在一起為運 但是呢這裡的各式各樣裡面還要分色運、受運、享運、行運是 同類型的 性質的 我們把它放在一起 就像你家的鞋櫃 放鞋子 衣櫃放衣服 書櫃放書 就是要再把它這樣子 同樣類型的聚集在一起 然後呢 所以下面講 顧經言 這個經呢就是 氣經 也就是我們 剛剛講雜痕經裡面有這一段文字 是我們 現在投影片看到這個 佛陀呢 開始指出各有十一種 運相應 在雜痕經裡面有運相應這個篇章 就講到 在運的相應裡面你要知道有過去有現在有未來 有內、有外、有粗、有細、有裂、有慎、有遠、有近 這十一種的色 是色取運 就是色法有這樣十一種的部分 那瘦呢 的瘦取運也可以分為這十一 只是等一下後面比較不同的是色的部分 這樣總共就是五運就有五十五種 在經典裡面 所以這邊講說 氣經言呢 諸所有色 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 若內若外若出若細若裂若盛 若盡若緣 如是一切略為一句 就是色運裡面呢他用這樣子的方式 把它呢 把它呢 分析 那大概呢就是 略為一句就這樣子 色運裡面 聚集呢有這樣 十一種呢 的 分門 別類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會看到這一張表 這個表應該是在 好 這一張表 色運裡面他分的 我們這裡講到 下面會看到 明為色應 說明為色應 此經 這個經還是剛剛那個前面那個雜喊經 此經異者 異有五門 好 那因為呢 我們剛剛看到過去現在未來其實他就三四門 在異理上可以分成 五門 就是把剛剛十一個 世尊開示的東西呢 阿彼達摩他就把它整理 這個經的內容的意義啊 就是告訴我們意義裡面有五門 好 過去現在未來是時間的 三四門 好 然後呢 內外就是內外門 出戲出戲 後面就比較簡單 就直接用他來分了 遠近門 這樣子 好所以在我們課本的九十頁呢 你會看到第六行 此經 的內容意義呢 他的這個意義裡面的 分析的意義呢 有五門 三四門 就是說 無常已滅 好我們現在看一下 課本的第六行 其實過去的話 是什麼意思 是無常呢 已經 滅了 就是 一枝呢變化的這個無常 他已經消失了 那個消失的無常是代表什麼意思 過去了 這始仙上交過去了 所以他用這個來形容是過去 那若未已生 明未來 如果未是沒有 還沒有已生 已經生出來了 但是他沒有已生是代表未來 就是時間的未來 還沒有已生叫做未來 好 然後呢 已生未卸 已經生了 但是沒有落卸過去的 就是現在 現在還沒落卸過去嘛 就是現在 當下 然後下一秒鐘 下一個上來 所以已生未卸是現在 他把這個過去 現在未來 用這樣來解釋 無常以念明過去 若未已生明未來 以生未卸明現在 然後第二呢 內外門 自身叫做內 然後呢 所於他身 這是自身以外的呢 那就是叫外了 非 還有呢 你是有情世的眾生 有一些是 沒有情世的這種 石頭啊 桌子啊 椅子啊 這些 所以我們這邊 內外門 你看到他寫 自身 或五內 就是我們的五根 外面呢 五外是 外境 根的境嘛 就是五境 那個是前面 五內是五根 對 五境 五外是 五個外境 那還有 他講的是非情 所以他的內外門 就是這樣說 於他身 他身就是別人 然後非情的叫做呢 這個外 這個外 那再來呢 下面呢 或者呢 他要從十二處 好 這裡標點符號有一點錯了 因為這個版本他沒有什麼叫 叫搞過 所以九十頁這邊 二四六 第七行 或約十二處 那個逗號請你畫掉 然後辨別的辨下面畫逗號 他逗號要在辨的下面 他把他 先 打了 要從十二處來分辨的話 然後 然後 延等五根明內 再打一個逗號 就是說 你逗號打對 你會比較容易 讀懂 或約 就是如果我從十二處來辨別的話 所以辨的下面打一個逗號 延等五根明內 打逗號 色等 下面那個 我看 色等呢 五靜明外 色等五靜明外 所以 那個下面那個 其實色等的下面那個標點符號也可不用 色等五靜就叫做外了 就是色靜 色身香味觸 靜 這些叫外 所以 如果我從十二處來分 分析的話 辨別分析 眼根耳根 鼻根 舌根 聲根 這五根 顏等五根 叫做內 然後色靜 深靜 香靜 味靜 觸靜 色等五靜 叫做外 好 那這個總表 就在我們這邊 順便你就看一下這邊 外就是指 五外處就五靜了 五內就是五根了 五內指我們五根 好就自身 然後那個是非情 那第三個呢 出細門 這出細門就是有出有細了 那這個出細門呢 就用相對來講 那我們這邊呢有看到 色有三種 課本裡面講 色法在我們前面介紹的時候有 第一個有見有對 叫色靜 好就是我剛剛講五根對五靜 那色靜呢外面的那個靜你都看得到 但是他有障礙 看得到 但是他有 對的意思什麼意思 好 各位可能忘記了 我看一下我這邊 有表的話可以 稍微 說明一下 三種色 色法裡面呢 我們可以再去分這三個 就是說 有見有對 無見有對 無見無對 然後 當然是最後哪一個最細 無見無對嘛 因為他是 無表色 類似這個 看不到的 他是最細 最粗的當然是有見有對 所以有對就是說 在我們的物質現象裡面 他是物質性 他是會變化會變壞會障礙的 障礙在一個空間站一個位置 所以這個空間有 這個東西他就不能有第二個東西 所以有對就是 指那個有直愛的東西 那會變化變壞 好看得見然後有物質 所以有見有對就是 有直愛性 障礙然後也會變化的 能看得到 就是色 這裡的色是指色法 裡面的色景 細的才是 無見無對 好 那無見有對的呢 是 他呢 看不到 但是他卻有物質存在 他也會變化 就是我們的 那個靜色跟你的神經系統 我們隨著年紀大眼睛的視力不好 耳朵聽力不好 這都是神經系統 但是 他是我們呢 看不到但是 卻有這個 物質的變化 也是有直愛性 看不到 還有呢 聲音 聲波我們看不到 香味也看不到 香 還有味道 味道要你舌頭腸嘛 所以五鏡色跟以外還有 深香味處 這樣子 這些都是 看不到 這叫做無見有對 那最後這一個呢 應該我們的 五鏡色上這麼多 同學應該都知道 就是 五鏡色是在 無見無對 所以我們的三種色裡面 當然哪一個最細 就是 無見無對了 五鏡色是最細的 然後呢 最初的就是 有見有對 五鏡色呢 看不到也 聽不到也 藏不到也 聞不到也 碰不到 但是確實存在 因為只要你 做過的 還你走過的 必留下痕跡 這個痕跡留在哪裡 法界 但是也看不到 對不對 但是它確實存在 這個 我們把它設在法處 我們的 法界裡面 這個法處64法裡面 就是 你就會看到有 有這個地方 無鏡色嘛 這個也叫做 法處 所設 色 因為它在 歸納在法處 那個位置裡面 這個 那一張表 應該 同學都 很有印象了吧 就是這一張 這也在我們 記者要29頁 法處所設 色是這一個 無表色 法處嘛 它就在法處 一根 就對法處 它法處在 開展成戒 就要法界了 所以這個 這個也叫法界 修行 我們要開展出 我們的法界 就在這裡 你是清淨的時候 你的 所有新手 都轉為清淨了 你的無表色 就跟活菩薩 是相應的 你的三者無為 也出來了 這就法界內容 所以法處所設 所設 色呢 就是指無表色 這一個地方 所以三種色裡面 這個本質裡面講到呢 有見有對是色境 然後無見有對是 顏等五根 還有呢 身相畏觸 然後無見無對是無表色 那這三色當中 有對的是粗 無對的叫 細 就是意思 對的話就是 直愛嘛 沒有直愛性的 當然它就是細 有直愛性的就是 出了 它是相對待 相代曆 是互相比較之間 產生出來的 然後它的比較是 就像你的 無見有對色 它對在中間 我們的這個 無見有對在中間 它對 無見無對來講 它是粗 它下面講說 如無見有對色 望有見有對色 它叫細 對不對 它比這個 看得到的色境更細 可是對 無見無對色 叫做 粗 所以它是前後 它剛好在中間 對 第一個來講 它是比較細 對下面來講 它是比較粗 就這樣子 互相之間的 相對 叫做 我們的相代曆 所產生出來的 好 第四個我們等一下來看 我們先看到這裡 下面呢 我們看到的是 九十頁的 剛剛看到分析到我們的 這個 色印裡面五門嘛 那我們課本 把第一、第二、第三都列出來 那我們現在 在九十頁的地方呢 在九十頁的地方呢 我們看到 第三呢 出細門裡面呢 有色法 這裡因為我們現在先分析色印 通常火法就是 色印講完以後 受、想、行、事 同樣是用這十一個 來分 但是四孕呢 它比較特別 所以我們說 我們在修行的時候 四孕呢 它是我們滅五孕赤聖苦 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五孕赤聖 赤聖來自於 我們的 身跟心嘛 那 你如果心調整好 你的身大概也會很健康 所以心呢 如果能夠收射一處的話 我們在苦即滅到 它叫做滅地 所以這個四孕的修行就特別重要 那我們現在先看的是把色印 色印呢 裡面 有三種色就是 分析成了 粗跟細 對這個 無見無對呢 對這個有見有對來講 它相對就是細 相對待的 所以它在我們倒數的第六行 它講說 相代曆 是 粗跟細是相對待的而來的 就是你 你今天看到這一張表好了 我們這個季色藥藝有 七十一月 對我們 在這個人間的人來講 人間來講 六一天看到我們是什麼樣 粗啊 那我們看六一天是細啊 所以色界的天人如果來到人間的時候 他可以站得住嗎 他身體是 很微細的喔 所以呢他會怎麼樣 整個陷到地下去 因為 這個 我們認為的物質很粗的 對他們來講是細的 所以他們 整個會 可以呢 陷下去 他不是 像我們 牆壁他也可以穿過去 所以 細跟粗就是 我們以法界來講的話 人呢 法界 對於 上界來講我們叫粗 對下界來講我們叫細 所以四二大眾生對人 畜生到 他們吃的東西就很粗臟 狗他會吃糞嘛 那我們人就不吃呢 所以他們對我們來講他們是粗 我們是細啊 那越往上他們的飲食越精緻而且甚至可以不用 像我們吃的 食物有粗糙的還要去排泄 他們就只是氣了 所以他們也沒有 需要像我們有這個 這個廁所的東西 他們只排就是氣排掉而已 那我們在看所以粗跟細是相對待來看的 那我們的第四個列跟聖門 聖跟烈 聖的話就是不染污 烈的話是染污 那 不染污的是哪一節 以我們的三性善惡無際來講 無際又分 有戶無際跟無戶無際 無戶無際的話是以為師來講 這個就是第八師 他是不會障礙聖道 那這個有戶會障礙聖道 那就是我們今天 複習的時候跟各位講 如果你的觀念是跟 真理實相相應 的時候 你就是正知正見 如果你 不是跟真理實相相應 你就是邪之邪見 所以有戶無際就是有邪之邪見 他會障礙聖道 但是他不一定有一手果 他只是知見上錯誤 所以染污的就是有不善跟有戶無際這一塊 三性裡面 然後不染污的就是善跟無戶無際 這個是比較殊 所以我們往下看他這裡講說 烈聖門染污的叫烈 不染的叫聖 色呢十一當中呢 眼等五根 然後呢 香味觸八是無際性 好 就是我們的 近色根 眼近色根 耳近色根 鼻 蛇 深 這樣的五根呢 再加上香味觸 這是無際性的 因為你生來就是有這個 神經系統 每一個人只是 他的那個功能敏銳度不太一樣 有的眼力很好 那香味觸也是 他是有無際性 然後沒有辦法 紀別善惡的 然後但是色跟深呢 就是我們的 深表跟語表 這就兩種 最有錯字 通三性 不是二 他可以通善惡無際 你二要把他 再加一個 是三性 他這邊有印錯了 是三性 所以色深就是我們的語表 表現出來 還有深表 這樣子兩種是 通三性 無表為善惡 但是無表的話呢 我們前面講無表色講好多 他是怎麼樣 只有兩種 他沒有無際 因為無際就沒有無表了 一定是有一個 心很強的善 或心很強的惡 才會那個無表色才會出來 所以無表 為善惡兩個 於三性當中呢 善無際就是不然 這裡的 善無際是指無負無際 所以他沒有寫出來 請你自己寫囉 他的無際 是指無負無際 才是不然 那惡的話呢 叫做染無 惡的部分呢 他也沒有寫出來 惡的話是 不善跟有負無際 好 你自己就 註寫一下在旁邊 好 那這個小字是 元徽法師對我們這個 烈跟聖 的說明 因為他的不然 寫聖 那聖是哪一些呢 他沒有 寫出來 大家也知道我們這個 表裡面的瓜糊 那 除了我們這個表 他的小字就是在說明 不然的 為善是哪一些 小字這個就在說明了 然後呢 我們再往下看 遠跟近 遠近的話呢 就是說 去跟來 就是過去跟未來 這裡有兩個時間 講過去跟未來交遠 因為都已經不在現在 這個時間當下了 那現在才交近 所以他的遠就是說 指時間已經過去 或還沒發生 所以去跟來 這也指了兩種時間 那現在是交近 如色印當中 有此五門 這色印裡面呢 就有這個 五門 我們現在表上看到這五個 還有遠近是最後這一個 如色印當中呢 有此五門 那色印呢 乃至色印 那就是跟我們心經講 色 受想 行事 亦復如是 就是說 舉色印 那我們知道其他的有十一門的分析 但是色印呢 一樣有這五門 五門 十一項的分析 因之亦然 唯出戲這個呢 跟我們的色印不一樣 就出戲這一個呢 是跟我們的 剛剛看這個色印這一個 不一樣 就這一張表 來到這一張表了 那所以下面呢 他這個地方標點符號有一個地方要 稍微調整你才看得懂 他就說色印有別 為 顏等五事 顏色爾事 鼻事 蛇事 聲事 好 這樣子 這五事相應的是 這個 世印 是受想行事 好 世印 依五根 叫做出 然後呢 第六 那個頓號請你畫掉 第六意識相應的 世印呢 他唯一異根才叫細 好 就是他分兩個部分啦 依五根的交出 依異根的交細 所依 所以他這邊的所依就分 顏等五事 他所依的是五根交出 他也是相應 因為呢他必須要有什麼 你有眼根你沒有視進來你不能看啦 所以他還要相應受想行事 你看了以後你有什麼感受 然後你的心呢會想要去做什麼事情 相應世印 依五根交出 第六意識相應世印 唯一異根叫做細 然後呢 下面講說 這個所以呢 我們剛剛請同學看到九地就是這一張表 這一張就是我們的九地嘛 所以如果你今天呢修到 社界好了 社界在這裡 離身喜樂一直到捨念心去 那你會看人間武器雜距地你會覺得很粗糟 你自然就會有出離心 你會覺得欲界的眾生的欲望 有的人 喜歡做那些事情覺得是 是很浪費時間的 那如果你今天呢是修到社界你 對上面的無色界來講 你是還是粗糟 因為無色界沒有設法 你這個還有設法 所以他們也是上下比對的 也是上下這個比對的關係 所以呢這邊講到 出細就像九地裡面 下面是出上面就是細 但是沒有規定說哪一個是以下是出哪一個 而是以相對的相代曆 是你在哪一個位置的上跟下來看出跟細 因為它是相對待所產生的 所以這邊壽等式欲 壽想形式 那其他四門就是我們除了出細以外還有哪四門 還有三四門、內外門、色列門跟遠近門 其他這四門 就跟社運一樣 就跟前面那個社運一樣 只有這個出細門 特別是 適應有跟它不一樣 所以我們這邊倒數二行這裡講 應該是從 我們的倒數三行 倒數三行講 社運中有此我們乃至世運亦有我們 因之亦然 為出細一門 與社運有別 就這一個出細 出細門 跟社運又不一樣 所以另外這一張表就出現了 好 他就是 跟社運不一樣 然後呢 其他裡頭呢 有一些跟 我們的世運相應 世運相應的 因為這裡是世運 相應的裡面 裡面的 五根的部分 是出 五根看得到 然後第六意識看不到吧 他相應世運 這裡因為他就是壽想形式 所以相應要特別講是相應世運 他如果是 第六意識的話 因為他會落瀉過去成為壽根 所以他壽的是壽根 不是第六意識 因為我們 六 轉為壽 六四轉為壽 前面 這個部分 六四他後來會轉為壽 所以他壽的是壽根才會起四的作用 這個叫係 所以我們這邊九十頁的倒數二行差 唯一壽根的叫係 然後 二或從地變 這個約是從 地 就是呢 我們的 九地來分析的話 九地 裡面呢 下地叫做出 上地叫做係 這個我剛剛講的 這是 你看這個 我們另外七十頁那一張表 這個是九地這個地方是整個三界就是這九地了 上面跟下面如果對上來講的話呢 你就是變 你所在位置變粗 你跟下面來講你就變細了 所以接著他這個已經講完句了 句 是 運的意思 句 句 那因為我們講了社運、受運、享運、行運、世運 然後接著呢 要講這個深門 因為剛剛這個是 句是運意 是運意 等一下把它拆開 句呢是機句 一個單純的東西不可能句 要有很多個 才能集合成句 剛剛提到 我們的書櫃、衣櫃、邪櫃這個也是一種句的 把品類差別的有為法 從共同類的合合積聚在一起 叫做運的定義 如色法 不論是過去、現在、未來 自身以內 客觀外在 出如有對 好 然後細如無對 清淨殊勝 染污 為裂 所以我們的十一門是這樣來的 遠的不是現實 近的才在眼前 一切的一切 所以他這裡講說 如是一切略為一句 就是一切的一切 他總略為 一句的 我們就叫做社運 社運如此 受享行事也是一樣 接著深門呢 是從我們九十頁的 最後一行 有中間 深門者 第二講深門是 處意 深門者是處意 那就是深門就是 我們 人呢 人呢 心要產生作用的時候是要六根 觸六境嘛 是心跟心所 生長門的地方 好 心跟心所能生長 作用 能對的生長是說 能夠呢 產生作用 產生作用 是由六事 深 必 拖 根 靜 方能起 因為第六意識呢 他要起來必須要有一個 外在的 這個根跟靜 他才會產生出來 所以論裡面講 是能生長比作用 他能夠產生一些作用 然後小字呢 瓜糊裡面呢 就寫說 薩布多中就是有部啊 法體先有 這是他 三世只有法體很純 他認為這個法體一直都存在 那因為說 生的體呢 本來就有 是生的作用 法體先有不可延伸 不可說他是生 但生呢有 生其用 但是他會產生作用 他這裡的生是指呢 後來的作用 而不是說 原先的 那個體本來就有了 他意思說 那個法體是 本來就有了 不可以這樣生 但是呢 生有 生其用 但是呢 這個生呢 他就會產生作用 他生會作用 所以叫三世時有法體很純 那這邊 他生的部分 我們就看一下這個 地方 增長的意思 增長其他法的地方叫處 所以他這個 處 十二處的話就是 我們的五根對五境的時候 他會有 義處跟法處又 生出來作用了 所以這個 地方呢 就像城市裡面 出生種種東西 可以功倫 受用 長養人們的生命 從所依的六根 所緣的六境 出生種種的 新鎖法 長養染境的生命體 繼續不斷的生存 也是這個意思 如眼根色境 合合為原 隱身眼視還有他相應的這個心所 乃至義根法境 合合為原 隱身 義視 跟他相應的心所 那這裡就是說我們後面這個心跟心所的作用 是從這個 立方 處 因為義根 跟 義處跟法處是不是在十二處才分析出來 對不對 你看 我們的這一張表 他到 這個十二處的時候 這個法處跟義處才出來 所以他這裡呢 要講 身 門的 處的意思是指 你這時候呢 是心跟心所的 開始作用的 門呢 在十二處的時候他才分析出來 在這裡 就看得到了 所以現在他把 運處戒怎麼樣去 開展出來 然後他的定義 說明了以後呢 他在下一個宋句就講到 會分出 這樣的原因是有 他的特別的意義 好 那下面呢 接著他在我們的九十一頁 就 二行 他講 再來是種族 有看到二行裡面 言種族者是戒義 種族 種族是戒義 論有兩事 第一個呢 就解族者 就是因為呢 這邊他講種族兩個字啊 那他要把這個族呢 解釋一下 就叫做種族 種族的話是說 我們前面剛剛講這個 生掌門裡面他這個 法體呢先有 生的體是本來就有了 好 所以他不叫生 而是呢 作用才叫做生 那我們現在的 這個是說 法生的這個本源呢 的意思 意思說 他們有分相同類的 所以呢 在十八戒呢 種族也 是 生本 生本義 請你打一個鬥號 好 就是指法生的本源的意思 法生出來 因為要產生出十八戒的這個本源 打一個鬥號就有十八戒是因為 同類因 把它分類嘛 那他們有不同的界線 就是眼根的 好 就是設計然後就演示 因為他們是同類因 各生自類的等流果 至於相類似的前後相等的 類似的 交等流果 所以你起一個善念的話你 你就會去 做這個善 你的念念呢也會都在善上面 你要怎麼做把它做得更圓滿 你的念念前後相去也都是善的 就是同類因然後等流果 是法生本 是法呢 生的本源 就是 同類因等流果是這樣子產生出來 如一個山中有很多的銅 銅、鐵、金、銀、礦 這族是不是 這個不同類的礦、礦物 然後呢我們就講說 很多種類的 這個礦物 如是一生 那這裡的一生是講友情 然後呢或者是法是相畜的 這個生或法呢是相畜 然後呢他這個有18種 類的諸法種族 剛好就是 我們的人的一個 身體裡面有六根 分處六成產生六四 這個是友情 那法的相畜裡面也可以從 這樣分出18種 類型諸法的種族 我們就叫十八戒 好所以 下面那個解雲是 言為法師的解釋說 金銀等族呢 是金礦銀礦 言一生 者 一有生 有情生 一相畜者 一法相畜 就是一生 就是有情生 那法的話是相畜 一法相畜 所以這個一生一相畜就是 跟前面這個中 和前欲 中的山中的意思 就是 指這個山裡面生出很多的礦物質 就是我們的 這一個友情的生裡面有 十八戒 然後呢 這個法的相畜也有十八 好 那下面這個問題呢就是跟 我們 問無違法 就有人問案說如果你這樣分的話 那無違法到底 為什麼在十八戒裡面有 有沒有無違法 請看一下這裡 有 在哪裡 十八戒在最後面 十戒 法戒 七星戒 加起來就十八戒 那我們的無違法在哪裡 這邊 在五韻的時候沒有 沒有把他射進來 這個也下一個宋就會回答 然後來到這個地方呢 十二處的時候 他進入了法處 他牽一條 他在法界裡面 會有無違法 然後呢 法界 又在十二 十八戒又交法界了 所以無違法 這時候呢 在十八戒裡面是有的 那為什麼 如果以你這樣分類的話 無違法到底是在哪一類呢 這個 有人就有問案 這個等於我們靜坐完 我們再繼續 那我們剛剛看到這個 可以分析得更細了 所以如果以我們剛剛看過的 在這個地方呢 他教生門字 出生種種心跟心所法 他可以長養我們的染跟靜的生命體 所以這時候無違法為什麼會出現 因為你的心如果色心一觸的修行的時候呢 你不會長養染污法 你會長養清淨法 這樣的生命呢 你就可以來到這個 我們這個法界 因為他的修就是要 易根要圓的是法修 這個法界是清淨的嘛 那如果天台是三千 一念俱足三千 百戒千如 那三千過去現在未來 所以他這一念心裡面 俱足三千 大千世界 極空極甲極中都在裡面了 那就是發展到更高層次的 圓融的大聖智慧 所以他能夠怎麼樣 在這個法界裡面展現是 心所法都是清淨的 他的無表色當然跟火是相應的 他的三無違也有了 所以這個法修這個地方呢 也就是他開始呢 去開展出從六境的 這個意識所源的這個法境 那所開展出來的 我們剛剛看到的 當你的這個 這一張表 這個促呢 他的 新手法 他這個 生長出來的時候 他是怎麼樣一個 是染污還是清淨 所以修行的關鍵就在這個地方了 好 那我們剛剛呢 是看到了 進入這個 這個地方是種族的 他的種族的意思 他總共有兩個 第一個意思在我們的 九十一月第二行 他這個 地方呢 因為我們的 界的意呢 他上面寫種族 所以他要解釋這個族的時候 他就講說 是類一隻呢 同類型的 好 然後這個 這個界他的種類呢 他含有 18界的各地 各有他的生長因是同類因 好 所以就有情的生命體有18類的族性 的不同 就是 18類的這個 他下面寫說 是呢 諸法的種族 這法的種族 就是他把他分成 可以有18類 而且每一個族性都有他嚴格的界線 他不會混淆 就像這個山裡面的這些礦物質 金礦不會混為銀 這樣子 然後所以他18個 在我們的這個 友情生命相續裡面 一生跟法的相續裡面 他都可以分為18類的諸法種族 那他怎麼安在這個裡面呢 下一個問題在我們的二十六 第六行問說 若無為呢 因不明界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無為法為什麼他有辦法 剛剛看到觸的時候就已經開展出無為法 來到界的時候呢 他這個問題說 如果這樣子的類型的話 因為呢我們的無為法沒有同類因啊 對 無為法他已經是超越了 他超越有為法他沒有同類因 心、心、心、所、法、生、之、本、故 就是說無為法雖然他不會 因為同類因是可以自己生自己的 但是呢心、心、所、以無為法為本生起來 他可以呢修行的時候呢 你的心跟心所親近的時候 他就會有產生無為法 為何講心跟心所生起的本呢 所以他可以有無為法是因為 我們這邊呢是 來到這裡前面是由心跟心所的作用產生的 然後來到這裡分為18個 這個法的這個類型的時候呢 他這個心跟心所呢 他以無為法為本生起來 然後呢 他雖然不是因 但是他是靜 他可以 讓我們去觀這個靜 下面呢 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本子裡面怎麼寫 他說 若無為因不明解 為無為法呢 非同類因不成生本 他沒有這個同類因等流過啊 他不會 產生這個法的 本源 他說 回答心跟心所法是生起的本源 因為呢心跟心所他可以去圓無為法 所以我們修行的時候你 還沒來到無為法 可是你可以圓無為法 對不對 心跟心所可以圓無為法而生啊 就是你心想折滅跟折滅無為法生起的時候 你會有這樣的一個情形 下面他講到 當你在這個禪觀的時候你可以 援取一個折滅 折滅是什麼意思 簡直的智慧斷煩惱嘛 那折滅是無肉的 雖然你還沒有 可是你的心跟心所 當你刺心一觸你可以做禪觀的時候 你可以去圓 圓取他 然後呢 他是殊聖的 是善的 這生起了很多心王跟心所 這個心王跟心所是從無為法生起的啊 所以呢 雖然說他不是同類因 可是他可以當為一個禁啊 這個禁也是心王跟心所的本 援起的這個本 生本就是他產生的一個本 所以他把無為法包瓜在裡面 所以他下面的回答其實也就是我 這個投影片上面寫心所法生之本 故 就是他可以去圓無為法 無為法是 可以去圓的禁啊 他是他產生的一個本 所以呢心跟心所圓 無為法生 好 雖不為陰 可是他可以為禁 那這個禁呢 就是說 我可以 知道 在佛菩薩達到無為的這個境界 我們從經典裡面的 一些內容 我們可以去呢 圓取這個禁 是心跟 心所去生起來的 無為的這個禁的 一個本 所以呢 要有一個無為法的禁 所以呢他無為法也包括在十八戒裡面沒有矛盾 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下面就講 來到這裡的 一二三四 前面算過來第七行的 下面呢就講完了 雖不為陰 但得為禁 是心 心所 生之本 好 就是意思我們心跟心所 會生起無為的這個禁 也是 緣取這個無為 才有辦法 的本嘛 就是要 從這個 緣取無為 來產生 然後呢 有說 戒身 在這邊呢 這裡是 因為他標一在我們的第二行 他論有兩個解釋 第一個解釋在第二行 第二個解釋在這裡 他沒有標二 就你自己標一下二 第七行下面 有說戒身 這個戒的身是因為他是漢文翻譯 他是說 戒的這個字啊 他還可以表達成種類的意思 第一個是種族 第二個是種類 其實只差一個字 但是在 他們的解釋上 就是論有這兩個解釋 說種 戒呢 有兩個解釋 第一個是種族 第二個是種 類 就是在我們的 這個第七行下面 有說戒身表種類義 然後就講十八法呢 是種類的字性 個別不同 叫做十八解 此詩解義 這是說 這個解的那個意思 講說 這個 種類的不同 然後竹呢 是指前面那個竹類 就是十八法 各個有別 所以他這邊 講是說 這邊呢 種類上有不同 那前面是種族 那這個差異性呢 就是 我們看一下是說 如果這個解釋 是種類的話呢 比較好懂 就是 藉由十八個種類 種類字性 個別不同 所以十八個 種類法 就是字性 種類 個別不同 眼視視看了別色鏡 耳視專門就是了別聲音 然後眼根就專門生眼視 意根專門生意識 各式各樣的字性不同 所以有十八個種類 在這邊講說 在這 我們的下面也解釋 十八法 他們各有種性 就是種類的字性 然後個別不同 叫十八解 這樣子的意思 種類 好 這樣子的意思 那前面那個種族呢 是生本的意思 就是 這個族類 種類的意思 也是呢 他有這個 生出來呢 個別的 不同的類型 好 所以他有金銅銀鐵的那個不同的類型 好 那後面這個專 根據我們的眼界耳界 鼻界舌界深界去講的 他就像我們這個 性不一樣的 好這個 所以後面這個呢 有再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 十八法各個有別 就像性十 不一樣 差不多中了 就舉這個三科 韻觸界都是十 就是 我們的有步啊 有步呢 他就 有講到是說 這三個呢 既然他分到這個層次呢 就是代表 在宇宙萬有的分類裡面 它們都是石有的 因為在經典裡面 阿涵金沒有討論他的 甲跟石的問題 而且從原始盛典來看 沒有講是甲或石 所以卻有不因為呢 這三個都是 現前有情的 具體是 石嘛 因為 剛剛這個分析到十八也是 他認為 有情有這十八個 不同的 這個類別的 個別 不同的情況 所以呢 本於聖教來講 他認為 這三科都是 石的 但是其他學者 從另外一個觀點去討論 覺得這個三科有甲有石的差別 雖然這樣講 也不違反聖典 於是呢 三科甲石論就在 部派之間呢 產生了很多的 這個 討論 那我們之前在介紹這個前面的 部派的時候有講到 金布他就主張的是 運跟促 都是假 只有十八戒是真實 因為 十八戒分出什麼東西 七星戒 還把這個 我們的六四戒跟 義根 整個再分出來 他覺得這個 這個是我們 新王 世運呢 再把他分析成這樣的一個七星戒 他在修行呢 在這個地方 就是很重要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 要破掉我們的我執這個地方 對不對 那所有我執是來自你前六四給你的訊號嘛 所以我們就會有這一個 地方 為什麼你要對五運如十之呢 因為你不如十之你就被無名蓋住了 所以我們反覆眾生就是 五運沒有如十之 那五運沒有如十之你的六根觸六層當然你也 不如十之嘛 所以我們 剛剛也提到說你的正知正見是來自於你 對真理實相 這個就是真理實相 你五運六入你的有沒有如十之 你真理實相你清楚 然後呢你跟他相宜就是正知正見 那如果你不清楚 那你就是 現在看到這個反覆眾生 他就是不如十之 他就是邪之邪見了 所以認為五運何何是十有的 時候呢你就會有我之嘛 所以這個地方呢就會由我見出來 是我意我相在 我在裡面或沒有在裡面 或這個是我不是我 欲令如是不如是 然後我們的這個 接著這個 理智上跟感情就會產生出來貪愛的心 五運就不斷 六路出就不斷了 那所以你要解脫輪迴 當然你要在這個人間裡面 繼續都在這個畫圈圈這裡 還是爬 這樣一直爬上去了 當然就還是要靠界定位的功夫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這邊呢 他講到 在這個地方呢 經部認為呢 就十八戒是真實的 那世青論詩呢 因為有部是認為運處戒都是死的 然後世青剛好就在經部跟有部的中間 他主張的是 運 是假的 因為運裡面有沒有看到無違法 運沒有射進去 在下面一個宋句會討論到 但是呢 十二處跟十八戒都有無違法 所以他認為的地方呢 認為是 運是假的 處跟戒是死 因為在修行上你在 怎麼修你可以修到呢 達到無違法是一個很重要的嘛 所以我們剛剛講天台他可以開展成一念三千 極空極甲極中 其實呢 就從這邊開展出來嘛 剛剛有給同學看到 那個 我們的 法界 就是這個地方 他就可以開展出來 因為你的心所全部都是清淨的時候 這邊無違法跟無表色也都在這裡 好 所以世青 在據色論的時候他的觀點 既不是經部的也不是有部他就以他自己的看法 那到後期的時候他進入為世了 那就是為世中的看法了 好 到後來他就為心無禁了 對不對 後來就發展的 新的境界越來越高了 外境都是假的 就不是剛剛他講的是什麼 他本來主張的是這一個 他講的是運跟 運是假的 觸跟戒是死的 他認為有謙道為法 可是來到為世的時候呢 他已經認為是無禁為世了 一切外境都是假的 只有一個是 萬法為心 萬法為世 所以世青 所有外在現象所展現 就是跟你的心有關了 所以他的晚年 就停留在為世中的 發展到最高 但是因為他的環境 沒有在接觸到中觀的因緣 所以他沒有進入 後期中觀的思想 所以我們比他更有胡報的 聽到更多的法的思想 但是我們沒有好好珍惜 也一樣 所以為世的造詣極高 為世中的成立就是 吳卓跟世青兩個菩薩 但是 極大成最高的就是世青菩薩的 為世三十頌 後來成為世論 所以為世中的發展到 最高峰就在這個 成為世論 只是我們現在看到 就是他的思想的中間的演變過程 所以會有這樣的一個思想上的 不同的差異 那我們接著看一下 下面他講 在我們九十一頁的 倒數第五行 倒數第五行從此 第二 明教起因 論云呢 何故世尊 與所知敬 由韻等門 做三種說 宋約 就是為什麼要 分這樣韻觸界呢 的 原因 對所知敬 這樣分成這樣三種說法 好 那就是 於 跟 樂 這三個 所以這個宋句呢 他說 可以把它拆成這樣 你看一下這邊的 顏色 紅色這個 就是 於山故 說應處界山 跟山故 說應處界山 樂山故 說應處界山 前面這三個呢 其實就是三種 但是這三種裡面又分三個 才去說應處界 就是 余山的話呢 就是說 余痴的眾生啊 沒有這個正知見的時候 對所應了解的境界 他迷惑不能正確 了解 所以呢這個 我們認識的 佛法呢 就是要看你 層次是怎麼樣 主要 所以這個就是法要啦 為什麼要分運出界 就是 給眾生的這個法要有分層次 利根 然後頓根 就是比較那個根性沒有那麼利的 還有中根的眾生呢 要給不同的 法要 所以認識物界呢 我們 在這個整個 運出界內容 不分 的部分呢 最主要不出於心 法跟色法 那 迷惑的也是在這個 有的偏於物質 有的偏於心 所以才會就這樣 好那我們先把課本看一下好了 在91頁的倒數三行 手畫友情有三品 世中未說運等三門 余裕有三格 好 就是 有一些呢外道或凡夫啊 他會很執著這個身體 或想法或心念都不一樣啦 那有一些人他對於這個心 所呢 或於 心所種之為 就是認為 我現在起了一個念頭 這就是我 好 因為落瀉過去那個成為易根的時候 那個易根會抓前面的前六世在 遠取外境的 一切經驗他就唯我 所以對於那些心的 心所的產生的作用他會認為是我 微縮五韻 所以這樣要講五韻 因為五韻其實呢 如果你看到我們這一張表 你覺得五韻呢 其實 比較分析在心法 為什麼 社法雖然只有十一個 但是你看看後面受想形式 五韻裡面 只有呢 五分之一是講社法 五分之四都是在講心法 所以呢 五韻呢 他其實 比較重的是 講心法的部分 所以呢他講一五韻呢 一韻呢是社 一韻是心 然後呢 裡面呢 又分出呢 心所法的三韻 受韻、想韻、行韻 對不對 所以一韻社 一韻心 這是我們的四韻 然後在分心所法的時候 有受韻、想韻、行韻、三韻 所以才叫做五韻 他能破筆持 好 就是說 破我們的執著啦 好 破我們對於那個心念的這個 執著 好 能破筆持 或 因為前面講 於心所 總之為我嘛 把這個 對於心所不清楚 這個於是指 認識不清楚 他會執著為我 那他就 破他這個 心裡面的 這個錯誤的執著 能破他對於這個 我們的心所 錯誤的認知 或為呢 於設 不清楚這個設法 總之為我 然後呢 再來呢 看到十二處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 十二處裡面 比較 多的是在講 這個 因為十二處裡面的 只有兩個是在講心法 等於說 十分之二是在講心 十分之十呢 是在講什麼 設法 五根對五鏡 對不對 好 五根對五鏡 他分析 我們的五根對五鏡 有十處 然後法處對 益處這個 地方是心法才兩個 所以如果呢 或 為 於設 所以呢 如果有人對這個 我們的設法呢 迷惑不清楚的 就會執著這個 五根五鏡所抓取的內容 是我 前面是抓取你的心 心鎖的作用 心亡起來 心鎖的運作 然後這個抓取呢 這個設法 五根對五鏡的 為我 所以未說十二處 以十二處中了 十處呢 是設 然後 為義 跟法 這義就是指這個 義處 法 這是法處 只有義處跟法處 那個 鬥號就請你畫掉 為義法 非設 只有義處跟法處不是設 前面這四個是設 設法 好 故說呢 觸門 他能夠破 壁直 執著說這個設法 因為於 前面講於設 種之為我 或於設心 這設跟心是分開的 九十二頁第一行 或者呢 對於呢 我們的設法跟心法不清楚 好 不認識 不是很 完整清楚 認知的 或是沒有正確認知 總之為我 為說十八戒 就講十八戒的內容 以十八戒呢 裡頭是什麼 設法心法都有 你看這個十八戒就很完整 十戒講的是設法 後面還有七星戒講 心啊 還有一個法戒 所以心法總共有八個 設法呢 十個 兩個蠻平均的 沒有 心法比較少一點但是還很 兩個數字差不多 八個是指我們的 心法 十個是指設法 十戒是設 余八是心 故說戒門 他能夠破 筆直 他能夠破我們的 執著 色法心法 你都很清楚 好 所以根 一三者 就是 在根裡面有上根 中根 下根 我們的根 眾生有 剛剛講的 這個就是法要 給眾生 如果你今天是上根眾生 那就講 五蕴就好了 簡單一點 你就聽懂了 好就是 我們不是照見五蕴皆空嗎 那你聽懂你就 知道 這個是一個十項 那我們要學習用禪觀去觀照 好 那你學習了以後你有十項 觀照以後你會有十項剝勒出來嗎 你才會 真正的 這個照見五蕴皆空 然後中根的就講十二處 然後下根就講十八戒 所以上根比較聰明 縮略 都 縮簡單的他就 了解了 未 開 就跟他講開四五蕴就可以了 中根稍遲 就是 他比較遲鈍一點 就縮處方解 要跟他講十二處他才能了解 方解他就 才能 去了解 活縮的法 然後下根 最頓虛要虛廣說 就需要 講得更清楚了 所以呢就把社法心法都說 故未談 戒 十八戒 那十八戒就分為十八個 這個 種類去分析 所以樂意三 樂的話呢就說 有些人喜歡 聽簡單一點的 有的人喜歡聽中中的 略 中 還有廣的 所以這個略跟中其實可以用個動號 就喜歡有的樂略 有的樂中 有的樂廣 的 內容 文字字 文字內容 所以依次呢就有這樣的差別 所以如其次第說 運等三 看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 投影片 就是愚昧的知識缺乏的時候 對所應了解的境界迷惑不能正確認識 所以呢 他這個主要呢就是我們 分的精神跟物質 有的偏物質 有的偏精神 那如果 這個有一類眾生 對無知的設法還 能稍有認識 但是精神的部分啊 他呢 特別要隨心而起的新鎖法 迷惑於 這個新鎖 就是我們的 嫉妒監令那些呢 小隨煩惱很多 簡直呢 他都不了解 也看不到的時候 他就會忘直那一些就是我啊 好 忘直新鎖為我 那佛陀呢就開始這一類友情 五韻法 總色 色為於韻 然後視為於韻 而針對友情所迷呢 就把新鎖法再打開為 受韻 想韻 行韻 這三個 使他們返迷歸物 不再呢 忘直受 想 行 唯我 所以呢這個地方呢就是說 能夠呢 清楚的話呢 你就 代表你能夠修行 所以第二類呢 中的眾生呢 這 我們的余有三嘛 余三故縮 運觸界三 那這個呢 如果友情呢 他的不清楚的是 精神界的 對不對 這個友情 對於精神界呢 他 不會有迷惑 我 這前面是精神界 這裏呢 獨對呢 色法 好 直愛的色法 他沒有辦法 清楚了解 望直色法為我 就開始呢 就開始呢 十二處 好 他總色呢 心心所法為 這邊呢 為什麼叫一半呢 一處半呢 十二處裡面的總色 心心所法為一處半 就說大部分都在講色法 那心跟心所法只有一處半 就可以呢 代表了十二處都在講我們的色法 就看一下這一還是這一張表 為什麼這一處半 因為他還有一個物表設在裡面 心呢 因為呢 這個意根已經是一處了 那法處變成只有一半是因為 我們這邊呢 他要分析這個色法嘛 那這個 無表設在裡面 那我們這邊呢 心所法呢 有四十六個 他還是心 的部分 所以呢 他這裡講一處半 是指心的部分呢 這個心所法這邊還有 一部分 因為五位法跟這個都不能算在 這邊了 所以他這裡有半處是指 這個心所法的四十六個 所以他這邊講說 心心所法裡面有一處半 詳細分析 可以講色法講比較多 因為包括五表設也是色法的部分 好 讓我們了解 然後第三個呢 這個眾生的智慧更加的 少的時候 他連精神跟物質都不清楚啦 前面還有比較 第一個比較了解的是 色法 第二個比較了解的是心 第三個呢 是色法心法都 不了解 那這個時候呢 就跟他講十八節 好 那根三呢就是我們的根性 有上根中根下根 好上根立志的比較聰明的 他可以聽一點點他就會 舉一反三 那火法還可以怎麼樣 如果你能夠呢 悟性很高 的話呢 一下就民心見心 他就 知一反無量了 一下就誤入了 好 就是 所以呢 六祖壇君說 跟老師講說 他的自信藏身智慧啊 但是我們的自信有藏身智慧嗎 我們會被六根六成 的迷惑然後沒有 所以你如果常常是在自信親近的民心見性 你就會一直長出的是智慧 所以各位等一下回向的時候 你的功德是來自於哪一個部分 不是福德 功德是因為你修行很清淨 你沒有 妄念你民心見性的時候功德性最強了 所以功德是來自你心的清淨 所以呢如果你上這一堂課你很專心的聽 然後你都中間都沒有妄念 那你回向的功德就夠 如果你就一直呢在動念也在想東想西沒有很專心 那回向的功德就不夠了 功德是來自於你自信的清淨 功德可以 讓你怎麼樣 看一下這張圖 可以讓你解脫輪迴 從人然後來到阿修羅身為元絕菩薩到火 功德是可以這樣 那福德的話呢不是功德 福德就是只有有福報 就是我們上次那個故事 他可以 讓他投身在帝王之家 但是他有辦法解脫嗎 沒有辦法遇到逆姻緣的時候啊 你就是障礙你了 你就變成了會造業了 所以 現在就講說 這個 我們的 這個民心見性 還有你能夠修行超越輪迴 這才叫功德 所以如果你的功德夠你就不會輪迴 你的功德不夠你還會繼續在三界輪迴 所以功德跟福德是不一樣大部分的人都修福德 修功德的人 比較少要有智慧才會修功德 好那中等根性的人智慧呢 就不太名利了 就是 但是他也不會很笨 所以他不 不用講的很多 然後 講中間的給他聽就可以了 他就可以消化 領悟真諦了 那18 戒的話就是他的智慧 比較頓 低劣 然後呢 就需要聽多一點才能誤入諸法思想 所以這個 友情的根性就有這樣三個差別 所以這個樂三呢 就是說 喜歡 聽簡單 喜歡聽 中中的 喜歡聽 詳細的 所以樂略的友情 他的聖解力比較高 那廣說 他會覺得太繁瑣 甚至講武運 好如果呢 樂中的友情呢 他的聖解力也強 但是他不喜歡聽得太繁瑣了 也 所以呢他聽的是 中間的 太簡略他還不是很清楚 然後呢 樂廣的友情就是 是 他需要詳細一點 要不然他還是不清楚 你現在在講什麼東西 要講得很詳細很詳細 所以呢 就會產生這一張表 運觸界 樂於心所種子為我的時候 這個是力根 他喜歡聽武運就可以了 那觸的時候呢 就是 對於這個 我們的物質啊 認為 所有武根對武進的 是我 是中根的 他就喜歡聽中中的就可以 就講十二處給他聽 十八節 所以我們要根據眾生啦 的需要來 呃 開示 這個法要 這是運觸界會有這樣的 一個差別 好 那我們今天呢就先看到這裡 那下一次呢再繼續講下面這個 好我們一起回向 請合掌 願於此功德 普及一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活道 好各位同學各自回向 順利 以上 請 到 刻 有 启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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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